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年24年5月14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内野 那么前两天我做节目 我就说美国开始考虑对中国全面的加征关税 而就在今天 刚刚美国是发布了对中国加征关税的重大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 当地时间5月14日 美国的白宫发布了通知 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 半导体 医疗用品等再类的一系列商品 加征非常高的关税 根据白宫发布的通知 此次加征关税集中在7个行业 分别是钢铁和铝半导体 电动汽车 拟电池 电池零部件和关键的矿物 太阳能电池 港口启重机和医疗设备产品 关税提高到了25%到100% 给说加征关税的幅度非常之大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行业 分别加征的关税的幅度有多高 钢铁和铝的原关税 是0到7.5%的 那么现在新关税一下子加高到了25% 半导体之前是25%的 现在翻倍了 加高到了50% 而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幅度 可以说是最大的 也是美国重点封锁中国出口产品的一块 就是电动汽车 原关税只是25% 但现在一下子加征到了百分之百 基本上翻了四倍 那么离子电池和电池的零部件 原关税是7.5% 现在提高到了25% 关键的一些矿物 按理说美国对中国是有需求的 而且是比较依赖的 但是这次美国也是狠下心来 从0%一下子提高到了25% 但是太阳能电池是从25%翻到了50% 港口的起重机这一块 美国对中国依赖度是非常之高的 因为目前美国基本上很少生产这种大型的起重机了 中国是疯狂在生产 以前的关税是0 但是现在一下子提高到了25% 因为之前美国朝野上下都是关注中国的港口起重机这一块 认为里面一些智能化的芯片设备 可能在关键的时候 受到中国的遥控 会破坏美国的港口安全 破坏美国的基础设施 这一块想起来确实非常恐怖 你说以前苏联对美国威胁大的时候 也没有说在苏联国内就能遥控在美国国内的一些设施 让他自己来破坏美国 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但是中国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很多港口的起重机里面的智能化的芯片 是受到中国的遥控指挥的 那么关键的时候 如果中美开战 中国就可能遥控在美国的这些设施 在美国发动攻击 破坏美国的港口 破坏美国的道路 桥梁等等 想起来也是非常恐怖 所以这次美国加征关税 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还有了像医疗产品 注射器和针头 以前是没有关税的 现在一下子提高到了50% 这块加征关税 很可能是因为疫情三年 特别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中国因为生产这些庞大的医疗设备 然后对外出口 中国就加强了审查 这样一来导致疫情在欧美泛滥的时候 欧美得不到这些有效的医疗产品 比如说一些注射器 针头 还有一些口罩 呼吸器等等都得不到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就要挟美国 要挟欧洲 所以说以他的医疗产品来威胁全世界 那次美国是记忆犹新的 所以现在美国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开始加征中国出口的这些医疗设备的关税 然后来鼓励国内自己来生产 所以关税从零一下子提高到50% 同时像医疗产品 他的呼吸器和口罩 也是从基本上零关税 一下子提高到了25% 还有像一些医疗和外科的手套等等 他的关税从7.5% 一下子提高到了25% 所以这三块 就是美国在重点封杀中国的医疗产品出口的同时 同时鼓励美国国内进行进口替代 自己来生产这些关键的医疗设备 因为这可以说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一些战略物资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你太过于医众国外的话 关键的时候 你自己就要吃大亏的 所以这是美国觉醒的一个表现 大家看看这几块加征关税的幅度 确实非常之高 那么美国这次加征的关税 将在未来的三年内分阶段实施 并于2024年生效 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 他认为这些关税将有助于阻止中国 主导新兴科技市场的努力 而这种努力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 是构成了风险的 美临社也说了 这一选举年的举措 可能会加剧中国和美国 这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 而事实证明 可以说这种反应已经开始了 在14日早些时候 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 就拜登将宣布对电动汽车等 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应询表示 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那么根据商务部的网站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 四年期复审结果发表谈话 他认为美国是在滥用301条款 对中国加征报复性的关税 他说美方出于国内的政治考虑 滥用301关税的复审 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301关税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是典型的政治操弱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 世界贸易组织早已裁决301关税 违反世贸组织原则 美方非但不予纠正 反而一夜孤行 一错再错 美方提高301关税 违背了拜登总统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承诺 也不符合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精神 这将严重影响双边的贸易关系 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措施 中方将采取措施 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 所以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发言 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这次对中国这么多产品 加征高额的关税 可以说对中国也是打疼的 他们确实是打到了要害 毕竟这些产品都是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 也是中国政府补贴最严重的一块 可以说在国外出口 它是赚取了非常多的外汇的 这一次美国开始封杀这块 接下来很可能欧洲也会跟着封杀 那么这样一来 中国精心打造的政府补贴的出口产业链 基本上受到摧毁性的打击 你像新能源电动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板 都是中国出口非常疯狂的行业 也是补贴非常高的行业 而这些对欧美的冲击也是非常之大 所以综合概括下来 美国这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为 我认为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首先是阻止中国通过疯狂的出口 它的过剩的产能来冲击全球的市场 主要是冲击欧美对些发达国家的市场 比如说它的电动车生产成本内幕低 而且还有低人权生产的优势 还有政府的补贴 这样一来了欧美的一些电动汽车全部都挡不住 可以说你像它的小鹏 理想 蔚来 比亚迪生产成本多低 它的质量也低 质量也差 对不对 像这种产品疯狂出口到欧美去 对欧美的市场 对它的产业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他们必须加征高额的关税 阻止这些汽车这些产品这些锂电池这些太阳能板进入美国进入欧洲 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一方面 防止中国这些产品的主导了全世界的出口 另一方面的封杀中国这些重点出口的产品的也会阻止中国出口创惠的能力 中国本来的现在外貌坍塌的速度非常之快 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啊 可以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比如说像服装鞋子玩具等等的那是中国的一些强项 对不对现在被印度东南亚瓜分的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中国呢搞新能源 搞拟电池 搞太阳能板疯狂的出口 来寻找新的外贸出口增长点 那么这一次呢又受到了欧美的封杀 可以说对他们呢是一步更大的打击啊 第三个美国加征关税 也是减少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这些产品的依赖啊 美国本来就有电动车呀 而且特斯拉呀质量技术都是非常之好的 只是它的价格呢肯定不能和中国的电动车比 所以它封杀之后啊 是为了重点保护国内的这些企业 保护自己的经济和就业 从这一点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节目进行到这里啊 来插一个小广告 大家如果不看呢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那么能言呢 在这几年呢给大家开了不少海外银行的账户 主要是在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的银行开户 可以说这条渠道是非常可靠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了 可以扫码进入群里面 执行开户的顾问 你人不用出国 不用出境 只要做一个认证公正 那么在国内就可以获得一个海外的资产账户 然后呢可以通过换汇的方法 把你的钱转移到海外去 可以说对于你的财富 保值增值是非常有好处的 你转移到海外可以做定存 年化有5%的收益率啊 秒杀国内的存款利息 同时呢你还可以投资海外的证券 投资海外的固定资产都是非常方便的 欢迎大家扫码入群来咨询开户 当然了还有一个全球很关注的一点 美国对中国加征这么高的关税 是否会对美国的通胀起到这种推波助难的作用 当然了美国的通胀目前了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美国的CPI已经连续三个月强劲的反弹了 那么4月份的CPI马上也要出来 到时候如果继续反弹的话 美国不仅不会降息可能还会加息 那么一加息了 对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打击 对于未来美国经济萧条的预期 也在不断的上升 这是一个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因素 那么这次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是否会全面推升美国的通胀呢 我认为不一定 首先像电动汽车 太阳能板 然后你电池这块 它不是普遍性的基础性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像能源食品 这些东西如果它进口涨价了 那么通胀可能会上升的很快 但是这些东西是美国可以替代的 而且它是结构性的 占小部分 所以他们加征关税 不会对美国整体的物价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然对于这次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有一部分人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它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你像蔡升坤先生 他就挪念了以下的一些观点 他说这些税收措施 看起来烙得沸沸扬扬扬 但是中美双方都很清楚 对中国出口贸易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寥寥无几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车企只有李舒福的吉利 向美国出口了2217辆吉星牌的电动汽车 吉星是瑞典的 沃尔沃和吉利合资合作的一个新型车企 和年首推出的一款电动车品牌 电动车的主要在中国生产 那么至于中国生产的太阳能面板 他说美国一直征收关税 此前美国对几家在东南亚生产太阳能面板的中国产品加征了进口关税 但依然要依靠中国的产品 因为全球太阳能板至少80%是中国企业在生产 而中国生产的太阳能面板成本比美国低60% 而且中国还可以继续压缩成本 征收关税也无法扶持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 至于太阳能电池 中国去年仅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35万美元的太阳能电池 这在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中只占0.1% 中国去年直接向美国出口的太阳能板价值只有1315万美元 这在中国太阳能面板出口中只占0.03% 而美国进口的太阳的面板都是绕到第三国进入美国 中国早就完成了这些布局 对中国的医疗设备加征关税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威胁 但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方面的制造的能力 全美连一家医用手套厂家都没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中国2022年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09亿美元的医疗物资 这相当于中国医疗物资出口的总额的20% 美国医疗制造业协会指出 美国制造商需要在更加公平的情况下 与进口产品进行竞争 他还认为美国向价值10亿美元的特定的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 对中国钢铁和铝制品的出口也非常有限 中国钢铁和铝制品无论是产量还是出口量 都超过了世界的一半以上 对美出口的价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他认为拜登抛出对华惩罚性的关税 只是在大选年表明一下他的姿态 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并不构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对于他以往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 但是对于这一次他分析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这样几条分析了我是并不认可的 我觉得显得有些门外汉 其实美国这两年在全球贸易中 他扮演的是一个抵制中国的产品倾销出口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中国对全球倾销这种电动汽车 其实不止向美国倾销 还向欧洲像日本等等其他发达国家市场 倾销了大量的产品 那么这次美国率先举起了旗帜 反对中国的这种倾销 这不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多大多小的问题 而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 这样一来 那么欧洲和日本等等一些国家都会纷纷的站出来 来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这种关税 所以它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 虽然你的电动汽车对美国出口不多 具体数据我暂且不合适 就说你只有2000多辆第一季度 那么如果欧洲日本等等其他的国家都站起来 反对中国的这种倾销加征关税的话 中国的电动汽车 它在全球还有市场吗 大家想想市场肯定是大大的压缩的 所以美国这一次是起到的一个举旗的作用 这个作用非常重要 美国一站起来 他的一些小弟盟友全部都会站起来反对中国的商品行销 这样对中国外贸出口的打击肯定是非常之大的 另外一方面的目前在美国生产太阳能面板或者说你电池等等 成本确实是比中国要高不少 但是你如果继续敞开你的市场的话 你国内这相关的产业永远都无法成长起来 所以加征关税首先是把中国的这种倾销的产品拦在了门外 然后来通过政府补贴来扶持美国相关的一些替代的企业 我觉得是可以做得到的 不管是医疗产品还是太阳能面板 还是说锂电池等等 美国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未来虽然成本不能和中国比 但是对于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形成自主的产业链 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 美国这块不缺资金 不缺技术 其实就是降低人工成本而已 那么大量的移民的涌入 对不对 特别是一些新移民的劳动力成本也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这次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进口产品加征这么高的关税 在全球肯定能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 全球会兴起一股抵制中国倾销 抵制中国产品的一种浪潮 这样一来中国的外貌可能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同时这对中国的出口创汇也会形成致命的影响 那么在当前外资纷纷撤离中国 国内的内需不景气 而且工厂倒闭 失业率比较高 这样一种经济萧条的背景之下 如果中国的出口创汇这条渠道受到了打击 或者说被封堵的话 那么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可以说就岌岌可危了 而这两天俄罗斯的总统即将访问中国 这一条消息在国际上也是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知道俄乌战争进入到现在已经进入一种僵持的局面 而且俄罗斯没有比预想中更快的崩溃 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背后不断的输血 要钱要物资甚至要人 这次不出意外 习近平还会继续的大力支持普京的要求 所以国际上预言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邪恶轴心 确实已经是板上钉钉 那么这两天国内有一个有良性的学者 叫严玄通 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说的一段话在网上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响 他认为了中国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这两年 对中国的国际战略 对中国的整个国运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他说自去年五月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了 当前的事实表明俄乌冲突 给我国带来的危害比我当时预测的还要大 从战略上讲 欧洲国家因为需要美国帮助进行这场战争 因此在中美竞争中向美国偏移 可以说确实之前欧洲很多国家 在中国美国站哪边还是犹疑不定的 特别是法国等等一些国家 现在看来基本上倒向美国这边是大主流 那么东亚国家他说放弃对冲战略 将安全靠美国扩大为经济安全 以靠美国 这主要说的应该是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 以前日本韩国在对待中美问题上 其实还是采取的比较中立的立场 特别是经济方面 就是中美都是一众 而在战略 而在安全战略上 当然是倒向美国的 但是经济上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 但现在可以说 日韩两国对中国不管是安全上 还是经济上都采取的这种遏制的战略 他说从军事上讲 2020年以来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力量 就向欧洲调动一兵一卒 而北约的欧洲成员就向亚太地区派遣了军舰和飞机 从经济上讲 发达国家减少了对华投资 欧洲终止了本来要签署的中欧全面的投资协定 现在又要与台湾签订投资协定 可是这个确实对中国的打击比较大 如果中国和欧洲签订了这个全面投资协定的话 那么中欧两国的市场联系度会更加的紧密 中国给予欧洲更大的优惠 欧洲也给予中国更低的准域门槛 这样一来双方就是强强凌合 那么美国就现在比较被动 但是在总加速式的不断的倒车之下 欧洲基本上没有签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现在可以说基本上是胎死腹中了 而且还要和台湾签订投资协定 基本上对中国就是一个打击 他说从政治上讲 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这场冲突的立场 与我国的差别大于与印度的差别 这为印度成为了全球南方的首席代表 创造了条件 有些人认为了这场冲突 给我国提供了扩大在中亚影响力的机会 而这恰恰是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 而非给我国建立了抵御北约的战略屏障 这场冲突对我国的伤害不仅是明显的 而且会是持续多年 基本上就是战略性的影响对中国 短期看起来你是增加了自己的谈判筹 但是这种筹码也是非常危险的 你将自己推到了 因为他将自己推到了美国的完全对立面 推到了整个北约和西方的对立面 这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一个巨大的损害 而中国在内外交困之下 中国的财政也是起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那么昨天开始 中国发行总额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的国债 其中期限包括20年30年50年期 大家想想中国以前的国债从来没有说到50年期的 但是现在开始到50年期了 基本上是无限期的国债 在这么长时间 他只支付逆袭 不支付本金 所以这个速度和规模都是非常少见 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历史上 也有几次发行特别的国债 分别是1998年 2007年 2020年 分别发行过三次特别的国债 而1998年呢 是中国的银行要倒闭了 朱镕基组织成立了几家这种投资性的工资 来救中国的银行 然后让他们为入市创造条件 2007年呢 也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时间节点 而2020年呢 是疫情爆发的那年 可以说在这三个特别的年份呢 中国是发行过这种特别的国债 但是现在呢 不仅是发行这样的特别的国债 而且把期限大幅度隐藏 以前呢 最多30年 现在一下子提高到了50年的都有 那么发行这个国债到底是干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刺激经济啊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美元流入中国 中国要发现人民币了 没有毛了 那怎么办呢 现在开始换毛 政府发行国债 央行下场购买 这样钱呢 自然就放出去了 所以这是放水的一个主要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中国的居民呢 已经没有了贷款的需求 然后后来企业已经没有贷款的需求 所以商业银行往下面放水放不下去 那么现在只能是中国政府啊 接过这个放水的接力棒 通过发行国债 把水放到市场上去 那么至于这个国债发出来的用途 到底是投资基础设施 还是说投资到民生领域啊 那是后话 他把这些钱用于民生的可能性呢 基本上是不大的 这是他这个政府的性质啊 所决定的 大家看看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啊 4月份中国的新的银行贷款总额环比是低于预期啊 那么中国的现代增长跌入逆时的一个低谷啊 可以说大家已经没有贷款的需求了 这个水啊 他就放不下去了 综合说起来啊 这种超长期的国债大规模的发行的话 就是一种放水的主要渠道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国的通胀 未来恶性的通胀甚至都可能出现 特别是中国的M2已经达到了300万亿的基础之上了 可以说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多了 这种情况之下 还像这样依靠国债为毛来放水 那么未来啊 滔天的洪水肯定冲击的就是中国的物价了啊 特别是民生领域的一些基础性的商品物资 还有一些粮食食品等等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也是中国大通胀的一个先生 同时呢 人民币的混乱啊 可能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啊 各方面没有一样好的 基本上都是非常衰弱的 越是这种情况呢 他越要蒙蔽老百姓的眼睛来捂住大家的嘴巴 不让大家说 所以呢 从15号开始啊 中国已经不支持抖音来发布财经 实证 法律和医疗等方面的内容 基本上呢 就是怕这些自媒体啊 来讨论中国的时政和财经等方面的问题 因为讨论呢 大家都会知道 中国当前的国际形势会有多么严峻 中国的经济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 这些讨论呢 他怕引起人心惶惶 达到瓦解民心的作用 所以现在开始抖音呢 都开始限制 未来呢 像微信 小红书 微博 肯定也会布这个候审 都会禁止大家讨论时政 讨论财经 大家想想这样是非常可怕的 你生了病 不要紧 但是就是怕你汇集记忆 怕别人说啊 如果连说都不能说的话 那么可能就是绝症无解的了 还是退一下门眼的会员群 目前啊 门眼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比如说已经有1800多人 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呢 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 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Whats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 能眼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眼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